如果有人这样对你怎样 游议员你真好 你那些执询扣执行得真好 尤其那句话讲得太好了 你会怎样 我们刚刚在书画的时候 我们三个女生 我玉敏姐还有奶精 我们在讨论 如果有一个人这样对我说的话 说你哪一天的某一个执询的某一个论点 我觉得我确实也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之前在录取助理的时候 就有一个来面试的就是 议员你哪一天的哪一个议题的执询 我觉得那我就录取他 因为我觉得他有准备 应该长得还不错这样 对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倒不是重点 因为我会觉得他是 我会觉得他有准备而来 起码他是个认真的人 所以他如果用这种手段 我们看到他不只是用这种方式撩妹 他包括跟张宏志也是一样 你太太的那个文字我看过 他描写他当时出嫁到你家 哇那个要多细节 然后他跟四叉猫那个网红四叉猫 也是撩得很温馨很感人 猫猫好可爱 对猫猫好可爱 大家都配不上你 是他们配不上你 我帮你找一个天菜 对只是还没有遇到配得上你的 所以他其实蛮知道人性的这个弱点 或者是说什么东西可以打动你 任性最柔软的那个部分 这个东西叫做什么 以有心算无心 他有心要讨好你的时候 我们没有防备真的很容易被入侵 女生都很怕遇到坏男人 可是问题是只有 人家说只有千日当贼的 没有千日防贼的 你不可能永远都在防 所以他能够成功那么多 也确实是有他的一般本事 但我想要说的是 刚刚赵先生一开始讲了一句话说 因为一直有东西出来 所以他就一直有新闻 我们最近在探讨的是说 到底是谁手上掌握这么多林秉书的资料 我觉得这是值得探讨的 为什么 因为一开始用这个妨碍秘密罪 去侦办林秉书的时候 是说林秉书手上有很多高委员的资料 然后威胁他要外露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林秉书非常私密 甚至是对话 有的是那个message的 脸书的message 有的是live 那个不是备份就可以 就可以备份过去 那是要登录账号 你才看得到那些沟通的过程 可是都陆续的被爆出来 甚至昨天周刊的爆料里面的截图 还有豆腐头里面的档案夹 其中什么名人 什么政商人脉的图片 有一万两千多张 好啦那请问一下 这些资料现在掌握在谁手上 难道是检掉给出去的吗 还是说失踪的那个 所谓的白色豆腐头 现在已经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上 那一个人为什么现在要像 切香肠似的丢这些花絮花边出来 里面还有很多政治界的人物 是不是想用这些资料 达到一些贺阻恐吓或者是展现我的秀肌肉 你的东西都在我这里 我现在只是没有拿出来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个后面我们比较好奇的是 目前所有这些爆料的资料 到底是从哪里出来 是谁给周刊的 或是谁给马文玉的 因为马文玉开记者会的也秀出了这个对话 林秉书的对话记录 这些都是非常亲密的人才取得到的 所以这个还有包括说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昨天周刊的爆料已经开始 包括民进党的立委 管碧琳已经开始带风向 就是强调林秉书就是个骗子 这一些党政高层都是智商不够 或是历练不够 才会被林秉书骗都是涉事卫生 都是涉事都是小白兔来着 选上立委都是天真无邪的 所以都会被林秉书骗的 坦白说一个人假冒国安高层两年 去骗立委这是不可相信的 就像有一个人如果假冒 是台北市政府的高层来骗台北市议员 大家觉得这个台北市议员还被骗的话 辞职下台算了 智商勘虑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太多断点 好傻好天真没办法来 对我也非常讶异 民进党的人士怎么真的是好傻好天真 这么好骗 向来只有民进党很会搞文宣去骗人民 什么时候民进党这一些 而且都不是小咖的 连大咖的 你说段一康有这么容易被骗吗 你相信吗 我以前在立法院在司法法治委委会 跟段一康交锋过 他是个高手啊 就是说在议事工坊各方面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 他怎么可能就这样子被林秉书骗了 所以我觉得这当中大有内幕 另外一个我觉得当林秉书可以打着国安高层的名号 在外面招摇状骗那么久 民进党的人不会互相去核对吗 你认识那个林秉书 大家就会鼓励什么就好了 听说是国安高层 你们都没有管到 连敦一康这样的人没有管到可以止痛天经 他以前还是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怎么可能就对这个人的身份都没有稍微去核对一下 三言两语就被林秉书骗过 这个大家相信吗 我不相信 所以林秉书按发展到现在 我个人的研判 林秉书的确跟绿营交好 而且这个交好不是只有跟这个下面的人 而是跟这个高层的人士 所以他才可以你知道吗 民进党的人一定会核对的嘛 但是大家知道说他背后有谁 把那个人的名字再亮出来 大家就觉得是这样子 那这样就安了 就知道说这个人其实是有两下子 然后呢就不是一个诈骗 然后今天不是已经传出来了吗 林秉书他是绿营側翼有一个粉砖 就是以他为首的这个粉砖 这个已经揭露出来了 这个粉砖在做什么 在打击蓝营的人士啊 打击韩国语啊 听说在这个3Q的这个罢名案当中 到最后这一战好像都还有参与啊 这几天静悄悄的 因为林秉书被抓起来 头被抓了 然后现在变得静悄悄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要问的是说 那民进党可不可以出来讲 到底谁是林秉书的金主 到底是谁有曾经案子委托给他 而他跟你们台面上交好的这些人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是朋友关系还是有委任关系 而他账户里面的这些钱 到底是哪边来的 我觉得这个都要查得清清楚楚 这个案子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办法断掉 各界还希望继续往下查 因为有太多太复杂了 包括他背后的人脉 他的金脉 他跟绿营的关系 而绿营的高层到多高层 如果说连耐清德当时 可能都要出席他母亲的告别式 只是因为这个高家里的关系 大家别忘了哦 林秉书跟耐清德有合照 就是那个合照之前也有po出来 那又是在什么样的场合 那一个如果只是一个骗子 他可以到副总统这样层级的人 都可以有合照 然后可以这么吃得开 民进党如果只想设下断点说 他就只是一个骗子 这个恐怕交代不过去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